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2024年8月11日晚 巴黎奥运会女排决赛在万众瞩目下上演 一场充满悬念与激情的巅峰对决 终于迎来了尘埃落定的时刻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女排与未免冠军 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女排的较量 这场比赛被认为是近年来女排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巅峰对决之一 最终 意大利女排以3比0的比分横扫美国队 首次捧起了奥运会金牌 创造了队史新篇章 这场比赛不仅是两支世界顶级队伍实力的正面对抗 更是女排历史上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 本次比赛回顾 比赛的第一局展现了意大利队的强大实力和无懈可击的状态 开局阶段 意大利队便展现出极高的竞技状态 连续得分迅速拉开比分差距 美国队虽然尝试通过战术调整和暂停来打破对手的节奏 但面对意大利队犀利的进攻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 德鲁斯的一次打手出界失误让意大利队连得6分 这一关键时刻标志着意大利队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尽管美国队在暂停后尝试追分 但意大利队的稳定发挥让他们难以缩小差距 在安特罗伯瓦的得分帮助下 意大利队率先突破20分大关 并以24比17拿到局点 最终 埃格努一锤定音 25比18 意大利队先下一城 第二局比赛中 美国队试图通过调整战术来改变局势 开局阶段 美国队一度以2比0领先 但意大利队迅速调整 以5比4反超比分 双方进入了拉锯战 比赛逐渐变得更加激烈和紧张 然而 意大利队在关键时刻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发挥 并通过强大的篮网和进攻 逐步拉开了比分 在比赛的中段 意大利队以12比9稍稍领先 并打停了美国队 尽管美国队在暂停后试图重振旗鼓 但意大利队的防守和进攻在此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多次拦死美国队的进攻 随着比赛的推进 意大利队逐渐扩大领先优势 以25比20在下一城 大比分2比0领先美国队 第三局的比赛 充满了紧张和激烈 两队的比分 在开局阶段交替上升 场上局势一度胶着 意大利队凭借着更加出色的发挥和战术调整 逐渐拉开了比分差距 尽管美国队在比赛中段 曾试图通过暂停调整状态 但意大利队通过连得两分进一步拉开了差距 意大利队在第三局中始终保持着压制态势 凭借着全队的默契配合和关键时刻的稳健发挥 最终以25比17 大比分3比0结束了比赛 完胜美国队 夺得了奥运会金牌 一些体育媒体分析称 意大利女排在这场比赛中的胜利 离不开全队上下完美的战术执行 在比赛中 意大利队的进攻多点开花 不仅依靠主攻手埃格努的强势发挥 更是通过全队的协作和默契配合 形成了多样化的攻击手段 无论是在往前的强力扣杀 还是在后排的精准防守 意大利队都展现了极高的技术水平和战术素养 尤其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意大利队能够迅速调整状态 抓住对手的弱点进行针对性的攻击 例如 在第二局的关键阶段 意大利队通过篮网 有效遏制了美国队的进攻 迅速拉开比分差距 这种精准的战术执行 体现了意大利队在赛前的充分准备 和对比赛局势的准确把握 此外 除了战术上的完美执行 意大利女排在比赛中的心理素质 也是她们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奥运会决赛中 意大利队的队员们 展现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 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 无论比分领先还是落后 她们都能够按照既定战术稳步推进 避免了情绪波动带来的失误 团队凝聚力 也是意大利女排的一大优势 在比赛中 每一位队员都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 和团队精神 互相支持 鼓励 共同面对挑战 这种强大的团队凝聚力 不仅体现在赛场上的配合和默契 更体现在她们在关键时刻的团结一心 反观美国队的失败 作为未免冠军 美国女排在这场比赛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她们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对手 还要面对外界对她们成功未免的高期望 这种压力在比赛中逐渐显现 导致队员们在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一些体专业人士评论称 2024巴黎奥运会女排决赛 意大利女排以3比0完胜美国队 首次夺得奥运金牌 这不仅是意大利女排的胜利 也是世界排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瞬间 通过这场比赛 意大利女排向全世界展示了她们的实力和风采 同时也为全球排球爱好者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 意大利女排的胜利告诉我们 成功不仅仅依靠实力 还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团结的团队精神 而美国队的失力则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强的队伍 也不能忽视心理和战术上的准备 通过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了排球运动的魅力和挑战 也看到了体育精神在赛场上的完美展现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乒乓球队与跳水队再次证明了 他们作为梦之队的绝对实力 两支队伍在赛场上展现出卓越的竞技水平 与步驱的拼搏精神 不仅包揽了各自项目的全部金牌 还以无可挑剔的表现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 随着奥运赛事的圆满落幕 他们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选择将这份荣耀与喜悦带回祖国 与亿万同胞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 马龙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老将 再次展示了他在大赛中的冷静与成熟 这位已经连续参加了三届奥运会的老将 凭借其丰富的比赛经验与卓越的技战术水平 在团体赛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他的稳定发挥不仅确保了中国队的胜利 更为年轻选手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反观中国跳水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同样令人惊叹 队员们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展现出极高的技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续写了梦之队的传奇 从女子双人三米板到男子单人十米台 跳水队实现了项目的全面胜利 将所有金牌收入囊中 尤其是全红禅 这位年仅17岁的天才少女 在女子单人十米台比赛中已接近完美的发挥 震惊了全场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如行云流水般顺畅 几乎没有任何失误 最终以大幅领先的成绩夺得金牌 全红禅的表现不仅征服了裁判与观众 也让她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与此同时 男子单人十米台的比赛同样令人瞩目 曹元以稳健的发挥夺得金牌 他的每一跳都展现了 作为一名世界顶级跳水选手的沉稳与自信 在男子双人三米板比赛中 曹元与谢思义组成的组合 以默契的配合与精湛的技艺 毫无悬念地摘得金牌 为中国跳水队再添一枚金牌 据悉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中国乒乓球队与跳水队决定不参加闭幕式 而是选择提前踏上回国的征途 对于他们而言 此次奥运征途不仅是对他们过去四年努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们未来挑战的激励与期待 在巴黎的机场 中国乒乓球队与跳水队这两支梦之队更是不期而遇 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项目 但在奥运赛场上所经历的种种挑战与喜悦 让他们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共鸣与理解 在机场的候机厅 队员们相互致意 亲切交流 共同分享着奥运征途中的点点滴滴 无论是赛场上的激烈竞争 还是场下的欢声笑语 都将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在谈到此次奥运会的表现时 孙颖沙表示 能够在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上为祖国争光 是我一生的荣幸 感谢队友们的支持与教练组的指导 这枚金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曹元也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每一次站上跳台 我都感受到来自全队的力量 这次能够夺冠 不仅是我个人的胜利 更是整个团队的胜利 一些体育媒体分析称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中国乒乓球队与跳水队 已无可挑剔的表现 征服了全世界 这两支梦之队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他们不仅实现了项目的全面胜利 更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了中国体育的精神与风采 随着奥运赛事的圆满落幕 他们携手踏上归途 将这份荣耀与喜悦带回祖国 与亿万同胞共享 对于他们来说 此次奥运征途 不仅是对过去努力的肯定 更是对未来挑战的期待与憧憬 他们的胜利 不仅属于他们自己 更属于整个中国 未来的道路上 他们将继续为国争光 书写更多的辉煌篇章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